利拉德,难道你真的要离开开拓者吗?我,尊重你,祝福你,从新闻中传出一则重磅消息,活塞队欲交易得到波特兰开拓者队的核心利拉德,和内线德拉蒙德加格里芬租成超豪华阵容,哇,看到这则消息时,我的反应是很平静的,因为这纯属瞎扯,绝对不可能,因为活塞队一来没有薪资空间,二来没有新秀来换。 他凭什么得到利拉德,什么代价都呼呼出来,还能拿到这个赛季,已经获得最佳一阵的利拉德,完全是痴人说梦,再说了开拓者会让这位球队灵魂离开球队吗?他们会舍得交易这位全灵星球员吗?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就算交易也绝对是令人无法拒绝的超高代价,我想很少有球队能复出的,而且开拓者管理层傻了,才会把利拉德这位普遇送出的, 现在开拓者的后场双枪已经发挥出了他们十足的威力了,展现了他们超强的实力,以这两位威剑队核心,在进行其他球员的引进,我想这才是开拓者今下必须要做的事。 近来还有个报道就是利拉德约见球队老板,虽然这个消息被利拉德否认,但是不会是单纯的子虚乌有,利拉德希望球队引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上个赛季就开始了交谈,只是开拓者在休赛期一无所获,我就在想,利拉德会不会对球队迟迟不补强心存不满, 会离开开拓者,开拓者在常规赛期间的表现实在亮眼,特别是在全明星赛后的比赛,真的是让人惊叹不已,一股脑冲到了西部第四的好排名,最后一场常规赛的比赛, 成功战胜炎湖城爵士,保住了自己第四的地位,而利拉德也因为常规赛的带队能力和出色的个人超强实力入围了最佳一阵,这对于一直受到忽视的利拉德来说,这是对他最大的褒奖和肯定,可是,在季后赛中的开拓者,在被所有人看好的情况下,竟然首轮被缺少考心思的提符对横早出局,而利拉德糟糕的季后赛, 法规也被人所构定,本来应该是强硬无比,大心荡的关键先生,却在这轮系列赛中完全淹了,被对位的龙指导玩爆,一点机会都不给的干净利落的横早出局,这对于智要夺冠的利拉德可以说是很大的打击,可是现实就是现实,输了就是输了,我不知道对于球队迟迟不补强,利拉德会不会失望, 因为按照如今的阵容就算进到西角,面对未免冠军勇士队,也是毫无还手之力的,而现在联盟的现状就是,要想赢得总冠军,基本上都要过勇士队这一关,所以,开拓者如今的阵容,只能算是季后赛的争夺者, 对于争夺总冠军的道路还远远不够,我不知道等不及的利拉德会不会选择离开,但是不管他到哪我都衷心祝福他。